7月18日报道 前日央视名嘴萨贝宁作为主持人 现身大型原创音乐类公益节目 梦想新搭档的录制现场 与以往不同的是 刚刚遭受绞伤的萨贝宁 当天意外地以身主双拐的形象 出现在了节目现场 带伤参与新搭档的录制 央视娱乐一歌变身励志歌 现场火热 由于节目录制时间较长 一直坚持到凌晨4点 长达7小时的录制 让小萨吃尽了苦头 但她依旧忍耐着脚伤的剧痛 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在全场观众得知脚伤仪式后 不约而同的起立 为小萨鼓掌呐喊 另外小萨更是在现场 分享了为观众准备早餐的趣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